我們還是希望可以從民調來聊起 因為剛剛其實談了很多關於侯友宜表不表態 什麼時間最好的表態時間點 你可以聽到我們上個小時三位來賓已經分析的相當透徹 甚至已經幫他想好劇本 怎麼樣才是最美好的狀況 不過那當然現在是處於一個 不確定國民黨是誰的情況 但是如果硬是排了一個撒卡都的話 賴清德當然現在很確定就定於一尊了 39.3% 不過如果國民黨是派出侯友宜的話 由於他的遲遲不表態加上前段時間 國民黨有一些這個波動有一些小小的事件 或是小小的火花跟亂流 所以他是27.8% 但是柯文哲是18.2% 我想問小新議員兩件事情除了侯友宜的部分 現在目前卡在半上不下跟之前比起來相對來說真的是弱了許多也掉了很多 但是柯文哲 現在眾說紛紜 這18.2到底足不足以影響這邊的盤 他會不會是拉垮藍營的另外一根稻草呢 我覺得倒也不會 就是18.2%到底有多少是會分回去給侯友宜的呢 那或許這個18.2%更多分回去給賴清德啦 大家懂我意思嗎 因為這個民眾黨尤其柯文哲的票 他本來就是非常神秘的一個 他沒有說 這個18.2%可以加回去這個侯友宜 會加回去賴清德 這個事情最問我最知道了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2022年跟著蔣萬一起選過來 太知道了就是說 當民眾黨加入 然後有一個撒卡都情況的時候 這個選情會變怎樣 那是需要一個更精密的計算 就是說你要先算出 柯文哲的 18.2%裡面有多少他是 就是 死不肯投給國民黨的 跟死不肯投給民進黨的 然後再把這個比例呢 加回去給這個 假設他沒有柯文哲的話 加回去給賴清德 加回去給侯友宜 你才能看出他們的 這個差異 第一個會不會影響到大局嗎 第二個是說到底他身上的票是 偏藍的多還是偏綠的多 那他出現到底是對賴清德好 還是對侯友宜好 這個東西要精算才知道 所以這個18.2 有一些人常解讀就說 那這個 就拉走侯友宜的票 我跟你說 真的未必 2022年我們已經選過一次給大家看了 所以 其實吳子嘉董事長講說 柯文哲這個 民眾黨會被柯文哲作小 不快會影響2024大局 我是覺得 不太在 立委層級的話可能會影響 我也坦白說 在某些選 選區可能會影響 就是55%的選區 那你出來你就算拿到個5%或10% 基本上這個票可能都會影響到最後的結果 會翻盤 可是在這麼大的全國選舉來說 我覺得 柯文哲的選 選法 不見得會影響到 那很多人就講 可是他有18.2 你怎麼會這麼說 那我就問如果他18.2是9跟9呢 就大家要懂我意思嗎 像以前 宋楚瑜出來的時候 為什麼還是會很緊張 覺得說 這個是不是會影響到藍營 因為宋楚瑜的票 基本上就不會是到綠營那邊的 他的屬性的位置 所以他就算是只拿到5% 他影響的5% 都是國民黨的5% 那可是 柯文哲的18% 可能是9跟9啊 那各 這個等於各打九大阪 那就平衡掉了 所以就等於完全沒影響 所以這個數字 雖然看起來高 他只是會讓兩邊其他的數字降低 然後兩個人看起來更糾結更緊張 所以柯文哲出現會增加整場選舉的緊張氣氛 這是我是同意的 但是我不覺得就一定會對於大局產生什麼翻天覆地的影響 這需要去精算 可是他的個人特質會不會對選戰產生影響 我覺得會 就說他的民調跟他的選票可能不會 可是他講話 他講話就是有比較帶勁一點 然後很多人喜歡聽 就像他過去在罵民進黨的時候 有時候罵得比國民黨罵得還要好 更直白 更簡單 一般人都能夠聽得懂 就那麼一句話 像這種情況 可能就會對不管是賴清德 或者是侯友 因為他跟他們兩個很不一樣 他很粗暴 對 因為現在人就喜歡聽一些粗暴的 因為 你講了這麼多複雜的 講了老半天 他一般人也聽不懂 不知道你在打什麼高空 尤其現在包括社群時代 每一個人被分到的時間 就只有一點點 你看 為什麼現在TTA那麼紅 為什麼流行短影音 沒有時間 那個時間是非常的切片 跟零碎化的 所以你必須要在60秒之內 把你全部的主張 然後告訴大家 吸引到人家的注意 甚至你10秒 人家沒興趣就滑掉 滑掉滑掉了 所以說像柯文哲這種style 他的競選 當然會吸眼球 那但是吸眼球 可是因為他可能就 沒有辦法選上 或者是說 他的吸眼球的方式是 藍的也吸 綠的也吸 所以不斷的平衡之後呢 那他沒有辦法 變成是說撼動大局 這個可能性是存在 可是他說的話 我覺得還是會有影響力 所以為什麼 我們還是會強調說 希望去爭取 在野黨的共同合作 我覺得倒不是在講 藍白核 是像國清核那樣的核 不是 是說既然 藍白都是屬於在野黨 那對於民進黨的監督 是不是大家可以保持 一致的態度 像我對民眾黨 我一直都蠻客氣 可是對一件事情 我是非常非常非常的不滿意 就是在上一次立法院 我們在招委選舉的時候 吳欣營委員 竟然在未還委員會去投票支持民進黨 讓他們取得兩席招委 你民眾黨要在其他的委員會 你去投民進黨 我都睜一隻眼 逼一隻眼 可是請問 當時高端疫苗 包括BNT疫苗 要解密這件事情 民眾黨是不是大聲疾呼 是不是跟我們一起講 柯文哲也講過說 這個有問題 好這個是不是有黑箱 當民眾黨 所有人 明明在基礎的立場上 是跟國民黨 站在一起 監督民進黨說 疫苗有黑箱 採購資料要公開 結果 這麼重要的委員會 你讓民進黨拿兩席 兩席的招委 那幾乎在這整個會期裡面 你們還想看到 高端的疫苗資料被公開嗎 你們還想看到 BNT 當時的採購的事實嗎 這個會期就 這個會期就沒有了嗎 一點機會都沒有嗎 所以我很 那時候 林維中一直搖頭 一直搖頭 我就覺得 你在其他的委員會 你跟民進黨談好 因為我們本來 每個政黨立場就不同 可是未還委員會 立場再來說 在野黨是相同的 你怎麼會去投下這張票 這一點都不合理 這個違背你們自己本身的主張了 這跟你之前講話 那你們之後還有什麼臉 回來講說 我們要看疫苗採購資料 民進黨黑箱 你們是在支持他黑箱 所以我會覺得 類似這樣子的情況 未來不要再發生 這才是 所謂我們現在講的 藍白的合作 就是民眾黨 你有一些 跟在野黨共同的 為人民發生的事情 你不能說因為 民進黨今天拉了你兩下 可能博師小會 你就 就轉過去了 這個事情我覺得是不行的 所以我會認為 就是說 亮哥有講到 民進黨的整軍速度非常的快 時間表是確定的 而且 2024年的立委初選 已經開始鋪排 國民黨的速度必須要跟上 我舉 兩個例子給大家聽 賴清德 他 因為我特別講台北市的立委 不是我覺得台北市立委特別厲害 而是因為 我們台北市在媒體的中心 所以 通常你這邊的立委 提名了誰 他會對於全國有一個印象 就說代表國民黨 這個是 沒辦法避免的 就大家的印象 那你看民進黨最近做了兩個鋪排 第一個 林昌佐不選了 當然他的理由是說他們加油喊病啊 等等的 我們都祝福 可是我相信 裡面有更多 水橫深的地方 是我們外面看不到的 就是說民進黨 到底有沒有還要力量他 或者他有沒有要推派 自己更好的人選 或者我講白點 就是林昌佐再選一次選不上 所以不要讓他再選了 民進黨 他們跟國民黨不一樣 他們只會推出選的贏的人 當國民黨都 我們其實很多人越越欲 是覺得說林昌佐這次完蛋了 很好打 他 過去被罷免雖然沒有成功 可是就差這麼一點點而已 這次民眾不會再投票給他 所以國民黨推的候選人 很有可能在中正萬華可以得到勝利 那他們 民進黨多狠 直接林昌佐那別選了吧 換一個人吧 換一個人不管怎樣 林昌佐過去的包袱 他過去對於國軍的一些傷害 過去的失言等等的 都不能算在那個人頭上嘛 所以他提出一個心血跟心面孔 他就是要為了全國大選 去提升他們民進黨整體的形象 讓國民黨難以去攻擊嘛 第二個 王宏威委員那一區 他們本來我們都預計什麼 吳宜農上次選的還不錯啊 再推吳宜農嘛 結果在立委登記的前夕 直接告訴大家 我不選區域 也不爭取不分區 這什麼意思 民進黨太清楚嘛 這個一而再再而三三而結 你已經輸兩次了 基本上你第三次 只會再輸而已 就算你這次選的 看起來不錯 我也不認為你能夠贏 選過兩次人 不要再選了 換別人來選 說不定就提王世堅啊 你怎麼知道 你說不定就提王世堅 那所以民進黨他到時候提出的 在台北市的這個選舉 是會有新人的 會有新面孔的 會有刺激民眾 覺得變得不一樣的 那這時候對政的國民黨這邊 壓力就很大了 所以賴清德他不只是他在提升他自己的 提升他自己的支持度 說大家定語一尊 他想要搶藍的票 大家注意到了嗎 昨天在這個董事長開講 他沒有人講 他想要搶藍的票 他現在的企圖心 是包括中間選民 跟潛藍的票都要搶 年輕的票他也全部都要 他是希望能夠擴大他的整個 整個得票的地圖 所以國民黨在整個鋪排上面 我們也要思考 要提出什麼樣的對戰組合 面對賴清德 才有可能把這個 27.8跟39.3 雖然看起來也輸一些 可是請大家不要太緊張 覺得這樣就贏不了 我們在2022年的時候 蔣萬安也曾經有過跟 民進黨跟民眾黨 這樣子的一個分布 就是30級20幾10級 這樣子的分布 蔣萬安也曾經在民調上面 略輸 輸了一些 那時候大概是緊張的要死 可是我告訴大家 在一整個 半年的選舉裡面 你只要不斷不斷的進攻 不斷不斷的去 把所有的問題化解掉 並且盯緊 你的主要候選人 就算一開始的民調是有點落後的 也可以追回來 因為民意的變化是非常快的 當時陳時中 民調多高 後來 免治馬桶 然後呢 大家路人對他比倒讚 一大堆有的沒有的 賢豬手等等 一個又一個又一個的事件 最後的結果是 蔣萬安能夠在撒卡都的情況之下 成功勝選 所以我對27.8 我並不會覺得灰心喪志 但是 所有的戰鬥架式布局要準備好 千萬不能再拖了 進攻裡面呢 全天候現在都是使用 旺旺水神抗菌液 它的成分呢是 微酸性電解磁磷酸水 跟病毒細菌作用之後呢 會還原成水 不會殘留 而且呢沒有污染 兒童孕婦呢 都是很適用的 哪裡可以買到 水神生成精呢 這是上我們的 快點GO